提到的这个Header Markov Model 那我们第二章只有说它是什么 没有说里面的东西怎么解 我们第四章是要说里面东西怎么解 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Markov Model在干嘛 基本上就是描述一个声音的讯号的Model 那你可以想象我们就是有 一系列的State来描述那个Model 描述那个声音的讯号 那个声音是怎样子的呢 我们把它变成一排Vector 都是39维的一整排的Vector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章里面讲 那39维的MFCC 那如何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每一个State 它其实都是在讲这些Vector 39维是怎样的 不过呢它们有不同的Distribution 比如说在这个State的时候 它可能是这样子的Distribution 那到这个State的时候呢 变成是另外一种的这样子的Distribution 那在这个State呢 是另外一种Distribution等等 于是呢我们要看的是 对任何一个这个Vector而言呢 它其实是在这个State 也可以不过有这个机率 在这个State也可以 不过这个机率变很小 在这个State也可以 有这个机率等等 那我们其实并不知道 哪个是哪个 因此呢我们可以猜说 OK这些可能是属于这个State 那这些可能是属于这个State 等等 可是也不一定的 那有很可能 它是另外一个分法等等 那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第二章讲的东西 那因此呢 我们每一个State里面是怎样 每一个State里面 我们用一把Gaussian来描述它 那每一个Gaussian 就是我们这边讲的 我画了一个椭圆 就是表示说它是一把Gaussian 那它们都是一个任意的Distribution 但是我们想办法用一把Gaussian 来趋劲它们的长相就是了 那么这一把Gaussian 这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每一个讯 这个讯号我把它变成一排的 那每一排是多少 就是39V的MFCC等等 那我就把它变成一把Gaussian 但是呢 我们State之间是有 这个Transition Probability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在这里的这个AIJ等等 就是T-1的时候 在I到T会到J的那个几率 就是AIJ 那你可以想象呢 它是在描述它们的这个 从State跳到另外一个State的 这个随机状况等等 那这一把Gaussian呢 这N微的Gaussian就像这样 我想这个之前都已经讲过了 那我们说你可以想象成 简单的 好像我有三个State 就三个桶子 那我每看到的红球 绿球 篮球 任何一个红球 绿球 篮球 可以来自任何一个桶子 只是几率不同而已 就好像这里的任何一个39的Vector 它可以在这里 也可以在这里 也可以在这里 只是几率不同而已 那你都可以假设它在那里 只是算出来几率不一样 这个是这个Model最基本的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